欢迎收看股市战国册 今天我们的加点指数创下了新高 我们的台积电也创下了新高 那2317的鸿海 也创下了一个底部的新高 那为什么今天这些都会创下一个新高的呢 各位AI苹果 以前称呼为苹果 那现在都要加两个英文单字AI 因为现在AI的时代 所以苹果它现在也以AI为主了 各位 但是是今天我才在节目上跟各位讲的吗 不是哦 很早就跟各位讲了 什么时候 我记得的话应该是在六月初吧 六月初各位 还记不记得 还记不记得我办了一个活动 我办了一个活动 端午节提前过 六月三号的时候 我这边就写了一个苹果 照理讲的话 应该只要写台积电跟汇达就可以了 但是我多了一个苹果 AI的攻略 对不对 但是比较奇怪的是什么 难道这两年苹果让各位失望了吗 台积电的资料有人来拿 灰达加台积电的共同交集的资料 更多人来拿 唯独这个上面有了一个苹果 各位 我送了苹果的资料 难道你们都没有 都不喜欢吗 都不喜欢吗 后面 后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的是苹概股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各位 这是昨天晚上 苹果电脑 创下了波段新高 也突破了207元 那之前跟各位讲的苹果 它的K线呢 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可能你看到了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震荡的高档震荡的状态 可能是不敢的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习惯 不管 没关系 但对现在来讲的话呢 各位 台积电跟辉达 在今天以前 也创下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但是现在的苹果呢 它也要再继续延续AI的这个话题 所以它的东西都会有AI 好 各位 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投资朋友6月5号 他跟我说 老师我有鸿海 问我怎么看 那我就说 请给我成本跟张数 张数我先把它给遮住 它成本是172 各位 这个都 这些资料都是在盘前 时间都是盘前 6月5号 我们看一下2317 这个是6月5号 还没有开盘的时候 还没有开盘的时候 各位 我们镜头近一点 这些的时间呢 都还没有开盘哦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看到在哪里 看到是这根 看到的是这一根 然后呢 6月5号的时候 我是怎么跟他说的 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 好 这个时候我就问他说 上看多少钱会出 还是做存股 因为这两个的回答方式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跟我说 有赚就可以了 有赚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 好 未跌破168就续报 未跌破168就续报哦 各位 6月5号 最低是168.5哦 168.5哦 那请问 这个里面涵盖了两个 两个原因两个答案 第一个 我为什么会写168 这是第一个 那我写168呢 这个是由我的专业判断的 那为什么我不去写说 170呢 看这里 因为6月4号 6月4号的鸿海 最低是170哦 最低是170哦 然后收盘是171哦 按照一般的投资人 学习的技术分析 很可能在这个地方的低点 这个地方低点就是170了 只要设定170 跌破170 就要做出厂动作 或许整个都想好了 那为什么我会写168 各位 因为AI 苹果 那AI 苹果 受费最大的是谁呢 当然呢 台积电是不在话下 那电子五哥呢 那个我们暂时不讨论 那鸿海 他也是一个最大的赢家 也是一个最大的赢家 所以在这个地方 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我去做一个设定动作 未跌破168 就续报 好 各位 在这个地方来讲 在这个地方 会跌破168 就续报 那当然168 都没看到啊 168都没看到 只有看到168.5 所以呢 我相信呢 这个投资朋友 他是续报的 那今天的 今天的鸿海呢 最高来到188 最高来到188 我恭喜他赚钱了 那我相信 很多投资朋友 都会问说 梁光老师 那到底鸿海 会涨到多少钱 各位记录者 大概两个礼拜前吧 我在节目上 跟大家讲一个 鸿海跟阿土博的故事 记不记得 200块钱不是我说的 200块钱是那一个 法说会 郭台铭对着阿土博说的 我就说到这边就好了 因为今天资料非常的多 好 但是现在要看鸿海 现在要看的是什么 要看的是苹果 那当然跟苹果有 它的相对的那些 瓶概股 我们要不要注意 当然要注意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 各位 一定要注意两个 一定要注意两个 你先 可不可以先抛弃 先抛开 第一个基本面 第二个技术分析 那个技术面 你先抛开你这两个 你先找什么呢 第一个 底部的 底部的 第二个 有人要做的 各位 这两个的现实动作 会远胜于你的基本面 跟技术面 请相信我讲的这段话 好 今天呢 这档个股 3017呢 各位 今天的盘中 从开盘到九点半 一路下跌 这个地方跌了多少 跌了4% 跌了4% 就从这个地方的低点 一路再拉上去 一路再拉上去 最后成交 688元 最高也是688 各位 从最低的638到688 在这个地方将近 就是差了50元整 这50元有多少呢 这个50元有8% 如果说你可以再判断 那个低点 再去作业 各位 今天这个8%是你的 今天这个8%是你的 但是最漂亮的是 在什么时候呢 最漂亮的是 在什么时候 各位 还记不记得 5月30号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回答 回答 股价拉回 AI跟那个 散热 会有卖压 对不对 记不记得 然后呢 5月31号的时候 我发一个讯息 给我全部 所有的会员 昨晚回答 股票拉回 将影响台股的 台股与AI的 多头力道 散热 以及先进封装 会有卖压 带指纹时 我们再买进 等我讯息 这个是买进讯号 买进讯号 但是 你必须要先去判断 它的止跌点在哪里 对不对 这个才是重点 如果说你可以知道 这个止跌点在哪里的话 我相信你买进去会很安心 就不用担心说 假设它又被拉回怎么办 各位 被拉回 如果第一次你买的 张数不够多 你嫌不够多 第二次做拉回的动作 只要没有跌破那个低点 各位 你都可以去做一个 张数的加码动作 了解吗 而不是说 它跌破了617 来变成607 或者597的时候 你再去做加码 这个就不对了 因为你在探底 你不是在潮底 你是在探底 正讲对不对 没有错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一个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一直到七个交易日 一直到七个交易日 从817 跌到617 跌了200元整 跌了200元整 这个时候当然会去判断 到底止跌了没有 对不对 到底止跌了没有 那我有沒有判断出来 有 我有判断出来 我不但有判断出来 我还跟投资朋友 做互动 互动什么呢 各位 这个是6月7号 这个是6月7号 12点17分 请试驾获利回补 3017的旗号 我说过 5月21的那个拉台 我没有做多 因为我去做了 我做了 新顶的底部 我做了 我做了3540 40的底部 我做了安泰克的底部 还有其他的底部 待会再慢慢跟各位讲 因为我在节目上 都有跟各位报告 甚至K线图都跟各位说了 我还有截图存证 各位 那个时间点 这个是6月7号的旗红 这个是旗红 这个是旗红 这是12点18分 刚刚各位看到的那个讯息 是12点17分 对不对 好 各位 这个是回补价位 了解吗 这个地方是617 这个地方是617 所以说 很多投资朋友 还会在 会不会这样子再跌下去 那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会判断出 它就是止跌点 很难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很难互动 真的很难 因为我讲你也不会相信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所以说我只有用 简讯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的动作 我的会员是会相信的 完全会相信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 我可以从617 到622 623 这个5 6块 这个之间来判断说 这个617 它是一个止跌点 到今天为止 并没有跌破617 到今天为止 我是对的 到今天为止 我是对的 好 各位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还觉得说 有一个投资朋友 他曾经问我 好 那我就把这个讯息 跟他做一个说明 什么时候问我的 6月6号 6月6号信息是 双红旗红800备套 不晓得师傅两个都是800 这个我就不去做 做一个说明的动作了 好 有机会解套吗 好 各位 这是6月7号 这是盘前 我说加码教会解套 好 但这重点是什么 确定止跌点就加码 确定止跌点 这五个字 老实说 非常难 就算有人跟你说 那个是止跌点 你也会怀疑 因为你也会觉得 你也很厉害 对不对 因为你会觉得说 看看再说 看看再说 搞不好 再继续跌了 那如果涨上去的话 我再看看 我要不要加码 有很多的想法 所以说那个答案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动机 可能都是未知数 但是无所谓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确定止跌点就加码 助操作顺利 各位 我把我这个简讯 PO给他哦 12.21分 刚刚那个简讯是12.17分 这是12.21分 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价位 也仍然在621到623左右 最后收盘多少 620 就算你在最后一盘去买 你还可以买到不错的一个价位 是620元 620元 今天是688元 今天是688元 这个地方已经涨了多少了 一根涨停板 错过了吗 有没有错过 我不知道 所以呢 很多 很多的事情 不是各位去想象的 不是各位去想象的 各位 5月31号哦 5月31号 然后呢 等我 获利回补的时候 各位 等我获利回补的时候 这6月7号哦 是6月7号哦 简单的讲 5月30号在这里 5月30号在这里 6月7号 在这里 一个是压力区 一个是支撑区 一个是卖点 一个是买点 各位 请你试试看 你敢这样子做吗 你认识的亲朋好友 你知道的 甚至你的老师 你敢吗 你敢拿出来吗 第一天就拿出来哦 不是隔好几天哦 不是隔好几天说 我在这边放 我在这边如何如何如何 我在这个地方如何如何 不是哦 我从这个地方一路讲下来哦 一直到6月5号 我还告诉大家说 我准备要买它了 但是我会再等两天 但是我再等两天 对不对 那有没有正好等两天 有 正好 正好就是我算的 正好就是我算的 那现在苹概股是这个样子 不是苹概股是这个样子 现在已经进入到苹果的时代了 已经进入到苹果的时代 因为首期方面的问题 或者还有一些新的消息 所以有很多的股票 在苹果这两天来讲 都纷纷被做一个拉回 甚至到一个底部 那上涨的苹果的股票呢 也不多 但是被拉回的股票非常多 那这个时候不敢 不管是高价 中价 低价 都有 现在我准备的都是这些 而且都是底部开始 到底有哪一些 广告回来 再跟你说 我们进广告 不要再道听途说 最高股票 赚少赔多 三 不要不设停损 促进总统套房 现在就让这具专业的股市军师 带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赶骗马 现在立刻加入 赢家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尘突投资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它的股市民市场 是原来股市民市场 还有一种股票 今年股市民市场 这些股票 是原来股市民市场 我们来股市民市场 我们去承识 我们调查 我们去买的股票 它既然有这个气固心去拉四根掌精板 你要它再拉回来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高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现在看到的心顶 ASIC跟各位报告过了 之前跟各位报告什么 第一个ASIC 第一个GPU 对不对 在汇达跟台积电 在汇达跟台积电进入AI世界里面 那这个时候最重要的 回答这个地方 会看好三个晶片 那我也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第一个是GPU 第二个是ASIC 第三个是Risk-Fi 所以说在心底来讲的话 ASIC在这边呢 各位看一下它的K线 看一下它的K线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我们看这里 这个是 这是跟各位报告 这是在节目跟各位讲的 6695的心顶 这个是我截图下来的 节目截图下来的 当初各位看到的是这张 是这张 了解吗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很明显 三根红K 这边是不是三根红K 然后再下来 再下来一直到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红K 就是我 就是这个指挥棒 点到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同一档个股 同一档个股 好 我把它翻过来 这张翻过来 各位 我们看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看得到心顶 心顶 6695 所以这个是在节目 跟各位报告的 在节目跟各位报告的 就看你相不相信的 我看到了买点 或许你看到的是卖牙 好 掌停板 掌停板 然后呢 连续跳空 如果这个地方 你不晓得它是止跌点 你这四根掌停板 很抱歉 你一毛都赚不到 因为它是跳空的 好 然后呢 被做拉回动作 今天 然后就被做拉回 但是今天掌停板 6月12号 今天掌停板 各位 69.9 今天开盘这64.1 距离掌停板 还有五六块 就这样子上来了 就这样上来了 3540也是一样 3540要月也是一样 今天也在这个地方 留下了一个红K 留下了一个红K 最低46.55 最高4995 收盘又49.3 各位 苹果概念股 而且 它还是散热 电竞散热 了解吗 它是散热 知道吗 散热 所以说现在不管是 不管是苹果啦 辉达啦 或者是 server啦 现在 这个产 现在目前所有的产业里面 散热与晶片 一定是最夯的 一定是最夯的 所以一定要锁定 这样子才可以 那药业呢 也是一样 药业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在节目 跟大家报告的 也是在节目 了解吗 甚至于还有投资朋友 留LINE上来跟我说 雷光老师 他难道只跌了吗 5月28号 5月28号 王小姐 她看到节目 看3540 第一个 真的是底部吗 第二个会涨吗 第三个 今天怎么跌了 3540 5月28 各位 我不晓得他是怎么看的 这个地方 涨了将近20%上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做震荡 好 那今天收黑 再拉回 如果他相信我 我问他买了没有 他说没有 结果呢 这是跳空 6月3号这是跳空 6月4号这是跳空 6月5号再涨半根 那现在拉回 现在拉回 现在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买点 就考验你的专业了 就考验你的专业 我说了 平概股 而且他是散热 现在来讲的话 不管如何 你一定要买什么呢 你一定要买底部的 不是底部止跌的呢 都尽量不要去追 尽量不要去追 了解吗 尽量不要去追 如果说你都不了解 没关系 扫描QR call WIN580888 WIN580888 没有小老鼠 没有8 直接加来进来 或打电话进来 我会跟你讲 到底苹果概念股 有哪一些底部的好股票 我们明天见 是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